大家好 我是工蟲團隊的Sean 晶瑩銅觸換技 如果之前有看過我介紹影片的朋友 或者是你已經使用過他的朋友 都會了解到他跟紅砂觸換技 最大的差異性在哪裡 那加入過程你會看得到 紅砂的部分呢 會起泡泡之外呢 還會把我們的漢片 不知道推到哪裡去 可是晶瑩助換技呢 雖然稍微跳動一下 但是他還是固定在原位 這就是他的第一好處 不容易讓我們的漢片亂跳動 這邊呢我在整理了幾個 使用他的一個方式 讓你們可以再去參考 或許可以有不同的一個應用方法 好我這邊呢稍微來示範一下 就是這個晶瑩銅觸換技的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用法 我拿到晶瑩銅觸換技之後呢 我有幾個方式去使用它 第一個是把它撞到這種噴霧瓶裡面 然後呢 還有這種小小的這種尖嘴弧裡面 然後再來一個把它放到這種 針筒機裡面 那它用法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示範第一個 就是這個針筒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在用的之前呢 我都會先適當的把我們的物件 稍微加熱 不是很燙喔 我們就把這每一個物件 我們待會用的物件稍微加熱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就是因為我們有點熱度的時候 我們直接打上去 像這個針筒的話 好用就在於打在我們這種 焊接的細縫裡面 你就可以沿著細縫去打 這樣的話就可以精準的 把我們這個鑄焊劑呢 放到我們需要焊接的位置 施焊的位置 它就不會跑到旁邊去 就是放在針筒裡面 那如果像這種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這種尖嘴弧的這種瓶子的話 是針對像這種C圈有沒有要點 我就可以輕輕的這樣點一下 那因為有點熱度在 所以我當我點上去的時候 它會直接 就會直接附著上去 好 那再來一個比較特別的是這個噴霧瓶 噴霧瓶做什麼用呢 其實 我現在直接做示範好了 我現在先把這個 噴在我們這個紅銅棒上面 然後呢 適當的對它做加熱 在我加熱的時候 你會看到 我們這紅銅棒有被噴到的地方 會形成一層白白的顏色層 那我們繼續對它做加熱 然後另外一端 我剛剛是沒有噴到 那我也對它們做加熱 加熱到什麼程度呢 加熱到就是它有點燒紅的狀態 正常紅銅棒在燒紅狀態下 再出水回來的時候呢 它整支 整支喔會變黑黑的 但是呢 如果你有適當的噴 我們這個 我們的金銀銅觸換機在上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會變成一層保護層 就是說 當你在濕汗的時候呢 這個保護層 會保護我們的這個表面 金屬的表面 讓它不要變黑 好 我們把它拿去觸水 觸水完你會發現 欸神奇的來了 對這個紅銅棒加熱的地方 完全還是白白的 沒有任何一頂點是變黑的狀態 但是正常的紅銅如果說你有加熱過的話 就會像這樣 有沒有 燒到黑黑的 所以你看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保護層 尤其在焊接的時候 會有非常大的效果 綜合上述示範的內容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這個金銀銅助焊劑呢 它跟我們這種澎砂膏 澎砂水 都是一樣的功能 用在我們這個焊接的助焊使用 但是呢 它就有幾個優點 首先像第一個 我們在焊接的時候 它遇到熱 第二個 不會像澎砂膏一樣 忽然膨脹很大的體積 把上面的焊片頂掉之外呢 會造成我們本來 只是焊接小小的地方 搞得整個外面全部都是 後面的清洗 就真的變得比較難一點點 再來第二個 這個金銀銅助焊劑 因為是液態狀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容器 去承接去使用 像用到針筒啊 或者是這種針頭瓶 但是澎砂膏只能 可能用這種水彩筆 或者是說針頭的部分去沾去塗 那這樣的話 其實沒有很方便去操作啦 那再來第三個 是我們剛才有示範到 我們用這種噴霧瓶 去做一個塵裝 噴在我們要的這個焊接物件上 它可以做局部性的一個防氧化的保護 所以不會導致整個東西焊完 全部都變黑了 再重新處理 很麻煩 所以以上是我們這個金銀助焊劑的一些使用方式 提供給你們參考一下 感謝觀賞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 金屬加工的知識與技巧 請點擊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最新的資訊喔